您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刚刚传来一个好消息 这个消息来自以前在美国之音工作的东方先生 他说,美国陈医院外交委员会刚刚批准了一项任命 就是任命美国之音的上级部门的新任首席执行官 波克先生 波克先生早在两年前就被川普总统提名 任命,就是要求他来主管美国之音 自由亚洲电台等等一系列 代表美国政府声音的这么一系列广播系统 但是在参议院被阻挠了长达两年之久 由此可见,这个川普总统的权力实在是太有限了 可以这么说,就绝对权力而言 川普的权力不如中国的一个村长 因为中国的一个村长在村里面几乎是为所欲为的 但是川普即便想任命一个下属美国之音的台长 都如此艰难,要花费两年之久的努力 最终才能取胜 在这个期间呢,川普和他的助手还要想方设法 说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成员们 因为他们才有最终的决定权 这个呢,反映了美国政府的行政部门 立法部门,也就是议会的这个之间的是一种制衡关系 而在他们两者之上还有最高法院 因为最高法院呢,在他们两者发生矛盾的时候 有最终裁判权 美国之音呢,现任这个台长阿曼德呢 早已经为人所诟病 因为几年来呢,他把美国之音带向了一个奇怪的方向 就是说经常的引用中国媒体的消息 而且呢,站在一个貌似功利的立场上 就是说经常把美国和中国相提并论 好像中国跟美国是一个同样的文明国家 简直是岂有此理 让很多人都气炸了肺 以前呢,我还收看美国之音的消息 最近几年,我几乎不在这个收听 收看美国之音的消息 而那个据这个很多网友揭露呢 这个阿曼德的丈夫 还有很多家族成员都在中国有生意 中国对他们的这个统战手段 是可想而知的 中共继承了这个苏共的这个传统 也就是说呢 在对外统战或者说情报特务活动当中呢 首先他们注意的是这个媒体 比如说当年这个美国 当年这个苏联在美国媒体上是下了巨大的功夫 甚至在好莱坞上 好莱坞都投入巨资 试图加以控制 而媒体呢,这么多年来呢 在中共的这个攻势之下呢 应该这样说投靠者中 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从事,我接触这个行业比较多 就是美国的这个媒体工作者呢 虽然说他们在一般意义上被认为 美国是美国权力的第四级 也就是说在国会 在总统府白宫 还有这个最高法院 第四个最有诠释 最有影响的系统 就是美国的这个媒体 新闻媒体 但是媒体的大部分从业工作人员呢 收入低 尤其是比如说 从事一些不那么热门的 报道的这个媒体工作者 比如说从事对华报道的 或者说从事这个美国中文媒体的 工资就更低 这就给中共进行统战工作 提供了大量的空间 因为中共可以说 每年花个几万美元 就可以买定一个这方面的工作人员 因为这些人从事工作的年薪 也才几万美元 所以很容易被收买 而对于重要人物像阿曼德这样呢 大不了中共每年花上几十万美元 那么中共就可以获得 一百倍甚至一千倍的好处 因为只要美国之音 放弃客观公正的立场 放弃应该代表美国政府 弘扬普世价值观的立场的话呢 那么它就能够误导大量的投资者 向中国投资 它也能够给中共 这个罪恶累累的政权呢 就是说涂脂抹粉 让很多人呢 看不清楚中共的丑陋面目 同时呢 它起的这个作用呢 是非常恶劣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还会说服 大量收听美国之音的 中国国内的这个观众和听众 认为呢 中国正在进步 认为中国呢 正在与美国并驾齐驱 这个都是严重的错觉 所以我在这里面呢 不得不向大家回顾一下美国之音的历史 美国之音呢 是在这个二战以后就建立起来 在苏联铁幕这个完成以后 也就是说把东欧跟西欧一刀两断 然后呢建立一种非法的一种 对人民实行监禁式的统治之后呢 美国之音就应孕而生了 因为美国的媒体 政府是不掌管媒体的 媒体呢 我们都能看到 是针对政府的 你从每天 现在白宫进行的 这个媒体招待会上 就能看出来 媒体几乎是川普总统 或者美宫 白宫不共戴天的时机 他们每天 双方之间都在进行攻防的战斗 因为媒体呢 从某种意义上 它要监督政府 但另一方面 它也会滥权 而美国之音呢 它是对外一个广播系统 它没有权利对美国国内的人 进行广播 因为它 美国之音之所以出现的 是为了应对苏联的攻势 因为当时美国政府意识到了 苏联正在不遗疑的 在全世界推广它的这个价值观 宣传它那套邪恶的 共产主义理论 美国之音呢 在早期呢 在中国起着一种独一无二的作用 因为那时候中国的 所有追求自由的热爱 这个民主的人 都会悄悄地收听美国之音 我最早是80年的时候 在清华大学宿舍里 第一次听到美国之音 从那以后呢 只要一有机会 我就收听美国之音 要知道在毛泽东时代 收听美国之音非常危险 那时候要判15年徒刑 因为我们家 在安徽奔布纺制厂 有一个邻居叫张化武 我到现在还记得 因为那时候几万人 在马路上围观 一辆卡车 压着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 张化武 他的罪名就四个字 偷听敌台 也就是说呢 那时候中国大监狱 深口棚里的人 你听一听美国之音 听一听这个台湾的光华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 中央电台 你就有可能判处15年徒刑 乃至死刑 所以美国之音呢 在那时候呢 就是真理的声音 就是自由的声音 那时候收听美国之音呢 需要巨大的勇气 那时候的美国之音呢 坚守原则 弘扬这个普世价值观 可以说呢 是为捍卫自由世界的理念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而且美国之音呢 在瓦解苏联统治 在使苏联和东欧 脱离共产阵营 最终呢 转变为民主国家 起到了巨大的这个作用 而在这个中共改革开放以后呢 美国之音 收听美国之音呢 不会被判刑了 但是呢 中国人仍然很少收听 因为那时候呢 我经常收听 我知道周围几乎听不到 有人收听美国之音的消息 其实呢 只要你认真收听美国之音 收听几个月 你的观念就会发生变化 如果你收听几年的话 基本上你就会接受普世价值观 那时候的欧洲人 以前呢就是东欧的人 可以这么说 大部分人都收听美国之音 他们经常收听美国之音 所以说呢 东欧的这个 从一个专制共产主义国家 转变为一个民主国家 是非常平缓的和平演变 但在中国呢 绝大部分人呢 不愿意去花时间 冒风险去收听美国之音 他们宁愿把这有限的精力 用在做两件事情上 一个呢是 做牛做马干活挣钱 第二个呢是 吃喝嫖赌玩乐 就是 中国人的价值观呢 就是这样 第一呢 想忘设法挣钱 第二呢 就是吃喝嫖赌玩乐 他们 绝大部分人 不愿意去追求真理与正义 不愿意付出分享 不愿意承担风险 付出这个代价 花费精力 金钱 精神 去这个 听美国之音 去研究 去思考 去与人辩论 所以说呢 这就导致了中国社会 普遍对人类文明呢 基本上处在一种 愚昧无知的状态 美国之音的巨大的这个作用 没有为中国人民享受 所以说呢 我以前常常好谈 我说世界上 这也没有一个国家 有一份美国之音 至少在1979年以后 听了不至于被判刑 而且呢 中共当局呢 就转而采取封锁 也就是说呢 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 建立一个干扰战 那个干扰战呢 发出与美国之音 同样频率的消息 当然都是噪音 但是呢 当时呢 我们想出了很多办法 来克服这些噪音 比如说 质量比较好的短波收音机 就可以克服这个噪音 还有呢 把这个天线拉长 我甚至呢 有一段时间呢 我买了一个 20块钱买了一个 旧的这个短波收音机 它的这个收听效果不好 声音时段时序 我想出一个什么办法呢 我用一段铁丝 一头连接我那个收音机的天线 另一头给它放到铁窗上面 那个声音呢 就清晰多了 不过太刺耳 我听了一段时间 耳朵疼 也就是说 那时候我们收听美国之音呢 是要付出代价的 经常是耳朵疼 有时候呢 还要躲在被窝里 早年是躲在被窝里听 偷偷地听 声音还放得低 再加上干扰呢 时段时序呢 听起来很困难 但仍然那时候 美国之音作为一个 就像这个通道一样 是我们了解 这个人类世界 发生了什么消息 使我们能没有 完全受到中共的门闭 如果没有美国之音 那时候的全中国 可以这么说 都是一片黑暗 就像今天 这个在北京 下午三点半中 发生的事情 那真是彻底的 稀黑一片 没有一丝光明 而美国之音 就是毛泽东时代 几乎唯一的光亮 唯一的光明 但是可惜的是 大部分中国人 没有去收听 在邓小平时代 也很少有人去收听 这个呢 应该说 跟中国人的普遍的 就是说呢 只顾自己 唯利是图 享乐主义 拜金主义 息息相关 现在你收听美国之音 中共更是不闻不问了 而且你可以通过电脑收听 不受干扰了 现在的干扰 已经没有意义了 因为美国之音 完全可以通过 这个网络上收听 你只要 这个下载一个 这个翻墙软件 你就可以每天收听 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而且美国之音的节目呢 这些年来 虽然说呢 受到中共渗透和影响 还是有一点 有一些 有价值的内容 尤其对于中国大陆那些 受到封闭的民众而言 他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因为阿曼德这帮人呢 虽然被中共收买了 但是呢 他多多少少 也得要有个分寸 有个底线 不能够一屁股 坐在中共那边 所以网友就分析呢 这个任命呢 将会 就是意味着 美国之音呢 变天了 然后呢 他那个 负责那个 中文的 亚太中文 这个 中文部的执行主编 张金呢 这一伙人呢 就要麻烦了 因为网友呢 接触了脑底 这个人呢 实际上是中国北京大学 86年毕业的 而且呢 他和他的家人呢 实际上涉嫌 很早 就被中共这个渗透 这个 为这个中共工作 所以这帮人呢 可能将来都面临着 很大的这个麻烦 美国之音呢 因为他是政府 代表政府立场的 这个 这个广播 而且呢 我以前特别爱听 这是一篇 代表美国政府立场的 摄论 非常的干脆 有利 但是我很多年 没听到了 我不知道他还有没有 那些干净 有利的 这个 这个摄论 那些摄论呢 可以这么说 直接了当地指出了 中国的黑暗 直接了当地 要求人民 就是说 这个 认清楚中共的 这个罪恶和丑恶 非常有意义 我希望呢 这个 这一次的 新的任命呢 将很快改变 这个 美国之音的 这个颜色 也就是说呢 让它重新 回到正轨上来 让它成为 自由世界的 扬声器 谢谢您的收看 谢谢您的 谢谢您的